每年的这个时候大学生就会踏出校园走入职场 但因为疫情工作不好找 所以行政院推出最新的青年就业奖励计划 27万应届毕业生中扣除继续升学公务人员等 今年寻职毕业生约有18万人 中央寄出利多政策怎么领 若大业毕业生在8月16号寻职 可以登陆津贴报名就有2000 求职期间每个月1万元最多领三个月 预计协助10万人 如果毕业生到年底人为就业 透过咨询后稳定就业三个月就能领三万元 而在9月底前自行就业 除了一万2000元寻职津贴外 另可申请奖励计划 稳定上工三个月能领两万 六个月再加一万 毕业生听到很兴奋 刚释出消息的时候我就申请 就立刻跑进去 对啊 就马上打开然后就申请啊 为什么 因为你要赶快申请不然就怕领不到 或者是就是要等排跟排疫苗一样 就是很久这样 但像这样的担忧不会发生 劳动部说名额不限 只要符合资格就能申请 青年就业奖励计划 预计补助5.2万人 如果要服兵役 退伍后就业满三个月 同样也适用 退伍之后你会赶快申请吗 应该会 毕竟是三万块 另外还有青年培训奖助计划 最高补助10万元 还有学习奖励金 由资测会工研院等提供资讯 电子企划相关课程 但这和就业奖励 以及循职津贴不能同时申请 而为了创造安稳雇佣环境 对雇主也有鼓励 对于仅有公立就业服务机构 没有成功的雇主 更可以得到 最高三万元的雇佣奖励金 政院推一把 要在疫情中保障职场新鲜人就业 也间接稳住年轻人 对政府的支持度 TVBS新闻 华少平李亦亭台北三条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